大家好,我是摩根,欢迎大家来到新栏目《英雄弱点》 也是先前被遗弃的《英雄反制论》的精简版 因为《反制》这期节目呢,80%的玩家都不懂在讲什么 就像大家学教学的时候呢,永远都有人只看出装名文是什么 而不学习思路、打法、技巧、意识等等,很头大 装备这些东西是活的,只要核心不变就可以灵活搭配了 好的,进入正题,欢迎大家收看《英雄弱点》第一期《阿科》片 阿科这个英雄的收割能力真的非常可怕啊 频繁刷新技能,漏头秒杀,这都是很正常的操作 也是众多小伙伴心中最可怕的梦魇英雄 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这个英雄的机制,先看一下技能 被动,阿科在敌人身后发起的攻击必定暴击 不管你出没出暴击装都会暴击 如果在敌人正面发起攻击呢,就绝对不会暴击 不管你暴击率多少都没有作用 暴击率提升暴击伤害,这个作用大家都懂 一技能,可以向指定方向发起两次攻击 并且可以触发被动的暴击效果 二技能同样可以触发被动的暴击效果 并且标记当前目标 并且二技能击中敌人的时候呢,就会减少二技能的一秒CD 攻击被二技能标记到的敌人会持续减少二技能的CD 阿科被标记的目标攻击时会减少30%所受到的伤害 大招进入隐身状态,持续回血 是阿科偷袭切入战场逃生的主要技能 增加自身一速,破除隐身后会增加自身攻击力 后续攻击敌人会增加一速 最重要的是击杀或者助攻后会刷新所有技能 好的,阿科的技能机制大家都明白了 针对这个英雄我们找一些合适的方案 去把他的强势点变成弱点 选择英雄方面,射手推荐鱼姬 鱼姬的二技能可以有效低量阿科带来的一切伤害 阿科的输出在于一套秒 如果秒不掉呢,就会进入疲软状态人人宰割 鱼姬的免疫物理攻击可以完全无视他的爆发伤害 并且阿科技能CD后呢,鱼姬的大招可以将其打僵直 后续输出完全可以轻松收割 别忘了阿科也是个脆皮 下一位太乙真人辅助位 在射手不适于机,类似后翼鲁班这些零位移的弱势英雄 太乙真人可以有效针对阿科的大招刷新CD 找准时机给队友套上关键大招 就算被打死,阿科的技能依然不会刷新CD 并且用太乙真人时可以巧妙利用一二技能 发现阿科的踪迹就可以开启一技能 然后用二技能向队友释放 从而达到完全饱和的状态 实在护不住,还有大招这一刹手锏 大家也不用刷东皇啊 阿科想抓人的时候肯定不会靠近有东皇的地方 这些长时间的问题咱们就抛开不谈了 编路战事方面推荐曹操,老夫子,凯,杨简,典尾 阿科对持续输出并且一套打不死的英雄是毫无作用的 只要经济差不是太大 就可以轻松应对阿科的狂暴输出 中单也不用怕 貂蝉可以让阿科有来无回 如果貂蝉不强,也可以来手莫子 在阿科近身的一瞬间直接开启大招即可 一个防御,一个反打 还有貂蝉的二技能是可以追踪隐身单位的 也就是无视隐身单位 下面来到装备推荐 万能兵心极寒风暴 受到高额伤害时会触发装备被动 减少范围内30%的移速和攻击力 被动一出,想被追击都难 复皇甲提升容错率 就算被打死也不会刷新阿科技能 明刀也是脆皮反打的一件利器 法师方面出亏越 可以有效地躲避阿科的爆炸伤害 中后期千万不要吝啬挥越的释放时机 右翔征招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提升自身的坦度和抗性 这件装备的减少阿科的攻速移速效果 减少爆发伤害和追击能力 最后总结一下 前期一定要反野 阿科非常依赖经济优势 即使抢不到也要频繁骚扰 让他的发育速度进入归宿状态 如果第一波野让他快速达到四级 也会让队伍陷入阿科的节奏 二,在和阿科面对面的时候 他的输出会达到最低 与其逃跑等待收割还不如正面硬刚 三,留意观察附近阿科开启大招后 残留的红烟提示 从而尽可能能做出应急措施 来迎接阿科接下来的毁灭性打击 那么第一期的英雄弱点阿科 片就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到最后 也是对摩根弟弟最大的认可 下期大家想看谁的弱点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哦对了 也请那些盗取别人成果的人手下留情 大家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